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了很重的感冒 然后我就鼓励他跟耶稣写一封信 那时候我就鼓励他 他就跟耶稣写 他就坐在那里跟耶稣写 他一不小心写了一页 他说我没想到写这么多 然后他就写了好多跟神的对话 我说很好你就继续加油 我经常会鼓励他跟耶稣写信 然后上周日的时候我们聚光会结束 那聚光会结束呢 然后呢我就回去 其实我还什么东西没来得及整理 他那个时候身体稍微好一些 稍微恢复一些些 但他还是鼻子塞住戴口罩需要 然后他就说他要去借书 他最近特别喜欢看书 他就大量地阅读 基本一本书在他手里两天就没了 就看完了 他阅读量非常大 说他要去阿基地亚读书馆去借书 那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反正就是他要急着出去 然后他又生病然后又急着出去 那结果呢出去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撞到了那个升降门 就出那个车库的时候 那个升降门 他这个升降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嘛 有个时间他一不小心碰撞上去了 他太急了 可能他可能又生病啊 可能有的时候一下子就不太敏锐了 对这个门不太敏锐 然后他就碰撞上去 撞上去以后他就哭啊 撞得还挺重的 那我就抱着他啊 他就哭 然后呢我们上了车的时候 大概开到中间的时候 他说爸爸突然我书忘了拿了 我要还一些书 我书没有拿 哎呀然后他就一讲 我也心里就搁登一下啊 就是搁登一下啊 那我说没事没事 那下次再说嘛 那我们就到了这个阿基地亚图书馆 到了图书馆的时候呢 结果门没有开 你看一连串啊 一连串门也没有开 然后当然他就很失落啊 就很不开心 就心里很难过 然后就是然后回去的时候 我就开车 带着他到家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心里不是特别开心啊 然后我就抱抱他 然后鼓励他 我说这也不是你的错 没有关系啊 反正就当我们出来溜达了一圈啊 就当我们出来溜达了一圈 但那个时候 神就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 那要为他祷告 那就要为他祷告 那不只是说为他的身体祷告 那我也知道就是说 这件事情啊 包括他的身体软弱 那包括又是出门撞头啊 然后又是这个 然后又是书没拿 然后又图书馆没开门 Present the day 是总统日嘛 好像是 是什么日 就是没有开门 那就为他祷告 我说这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跪着你自己 他就开始流泪 那时候神就给我感动 要为他做这个 一致释放的祷告 因为有的时候 在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有病痛 都会有软弱 然后我就一直说 我说我们都是不完全的 我们都会 本身也不是你的错 旧案真的是你的错 我也没有说这个话 我就说 没有不是你的错 我就说 我们都是不完全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周全 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你出门 也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关系 这都没有关系 然后就抱着他 他就哭 然后我就为他祷告 那个时候 特别我说 我说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知道那时候 我女儿 他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爸爸 我觉得你是个完全人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有没有你在你的人生当中 有没有你孩子 跟你讲这样的话 没有 是不是 我说 我说 这个 我说 Rachel 我也不是完全人 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完全跟随神的人 Amen 其实在两个月前 我女儿她就 主动跟我讲 我们关系很好 她就跟我 向朋友聊天 爸爸 我觉得你好像 怎么那么有耐心 我就觉得很 很差 她就说 是不是你在学那个什么什么 灵命什么什么 我说是 灵命塑造 就是给耶稣写一封信 然后呢 我就为她祷告 那时候 她就留了 我说你哭没有关系 求神来医治你 不但是你身体被医治 医治你 这个一路上 太快的过程 那祷告完 结束以后 哇 她就很开心 第二天她也很开心 第二天我就说 你跟耶稣写一封信吧 她说我很开心啊 没什么要说的呀 我说你开心 你就跟耶稣讲嘛 开心也是跟耶稣写一封 你就讲你很开心啊 然后她就跟耶稣写了一些 具体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 这是她跟神的事情 那我就会 经常会给她一些鼓励 那常常跟耶稣写一封信 那其实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知道 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 我们常常 不可能什么事情 都想得那么的周全 特别当我们身体 生病的时候 软弱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不小心 你都会撞到一些事情上面 那不是你故意的 但是你那个时候 你身体软弱 你的判断能力 不像平时那么敏锐了 所以说我们发现 我们人都是一样 我们很软弱 我们不足 我们也不够 我们的智慧也很有限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情况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么软弱的人 其实就是 我也常常想到这段经文 也是 我一直跟着刘副理院长 在上上周的时候 interview很多的同学 上上周 interview很多的同学 连续好几天 大概有18个同学 interview 刘院长常常会讲一句话 他说 约贵在俄别一东家 三个月 耶华赐福给俄别一东 和他的全家 有人就告诉大卫说 耶和华因为约贵 赐福给俄别一东的家 和一切属他的 大卫就去 欢欢喜喜地 将神的约贵 从俄别一东家 抬到大卫的城里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 就是当时呢 大卫本来是要抬约贵回来的 从菲迪士帝那家迎接回来 但是因为这个 无萨事件以后呢 大卫啪得不得了 他不敢抬约贵进城了 然后呢 这个烫手山芋 没人敢承接是不是 但是有一个人叫什么呢 叫俄别一东 俄别一东是什么意思 就是服侍一东的意思 他又是加特人 为什么是加特人 其实加特人 也是住在菲迪士帝的意思 当然俄别一东 他是立位人 但是因为在那个世事时代 非常动乱的年代里面 那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面 真的就是俄别一东 他也是经历了 家庭的各种变故 他们在菲迪士住了一段时间 那住了一段时间 当然就 他是住在菲迪士帝嘛 那他可能就 别人就 就直接理解就是加特人 为什么圣经里面说 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出生在哪里 出生在 伯利恒 那 他长在哪里 拿撒勒 是不是 那就是耶稣 你会发现 他也是 颠沛流离 然后 居无定所 包括说 天空的飞尿油 我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那这个 就讲到就是 俄别一东 当时呢 他 并且他为什么叫俄别一东 就表明他们的家 在以东地 也住过一段时间 可能俄别一东呢 他就是出生在 以东地 那本身 菲律师地跟 以色列呢 其实是为敌的 那 以东呢 跟以色列呢 也是敌人 但他们又迁局 住在那里 但是呢 他为什么叫俄别一东 他就意思是 服侍以东 他们不管到哪里 他们都带着一颗 服侍的心 住在那里 那既然神带他们 住在了这个 仇敌的 以东地 但是他们的心 也是为了地 祝福 来服侍那个地方 然后就 叫俄别一东 那当俄别一东 在这个大卫王朝 慢慢慢慢建立起来的时候 俄别一东看到 这个家庭看到 神在兴起 有大地 整个以色列国 正在兴起 那个时候 他们就回国了 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呢 当然别人 为什么叫他加特人 是不是 表明你住在不节之地吗 为什么呀 你住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天天沾染了一些 你住在那些 外邦人的地方 然后都是不圣洁的 但有可能 我不晓得 猜测猜测 这个纯属猜测 那大家印象是 他是一个加特人 那并且又叫俄别一东 你服侍一东 但是在这个时候 当约贵 抬到大卫城 这个快要进城的时候呢 没有人敢 接约贵 但是俄别一东 勇敢地站出来 就约贵在俄别一东家 三个月 就他的人生就不一样 圣经描述 耶和华就赐福给 俄别一东的家 那这个赐福是怎么看到的呢 弟兄姐妹 是不是他的儿女都升官发财了 是不是 当然不是 是不是 是他们的家不再一样 他们有耶和华的同在 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 他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 那就像刚才 那我跟弟兄姐妹分享 那我女儿生病 然后又撞头 然后开车的时候 又突然书没拿 到了地方 又图书馆没开门 那如果大家这样看 是不是就感觉 好像很不蒙祝福啊 怎么这么多的苦难 是不是 基督徒好像这么多的苦难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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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子的 约贵在我们家 虽然有苦难 但是我们紧紧地依靠神 那我就为他祷告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 然后就有很美好的这个团契 就有很美好的这个属灵的引导 在当中发生 那我就服侍他 然后我们就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 那第二天他就很开心 一个礼拜他就很喜乐 一个礼拜他就很喜乐 那你可以问 Ratio就在后面 那他们就坐在后面 那并且我们看到 这就是说约贵在我们家 那这个我就先不讲 那最近我们一直在教会 就是也鼓励弟兄姐妹来 清晨之光读经 那我在去年 有一段时间 去年有段时间 连入好几个早上 我非常清楚地听到 有一个声音 我早上大概五点半左右 就有个声音 以上起来祷告 好几次我就听到 神一个很清楚的声音 我正在睡梦中 正在睡觉 那神就叫我好几次要起来 那时候我就 心里就有点顾虑 我说主啊 我这样这么早起来 第一我会打扰家庭睡觉 第二我怕来回走动 也影响孩子休息 然后心里总是有点嘀咕 就觉得还是不要起来了 躺着睡吧继续 但神好几次就给我 第三个还有 主啊 我晚上睡这么晚 我早上怎么起得来 就心里面就一直很纠结 但是感谢神 就是也有几个弟兄姐妹 愿意早上一起读经 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好 我们一起读经 然后我就晚上早点睡 所以我们基本上 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了 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了 然后 十二月十八号 清晨之光读经班 正式成立 我们就开始了 那今天是 几号 二月十八号 就是约规 两个月 还有一个月 就三个月了 正好很有意思 今天是二月十八号 那约规呢就在当中 设立了两个月 那这个桌子呢 就是我每天早上读经的 一个小桌子 有点像约规 有点像 大家想象一下就好了 那就 对于我来讲 就是说 我觉得我跟神之间的 这个关系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 坐在那个地方的一个位置 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电脑 那个电脑呢 是我无论走到哪里 我就带着 然后跟耶稣写一封信 那就是 以前的时候呢 我是固定的一个时间 坐在那里跟耶稣写信 那 最近我也是学习一个 很好的操练 就是 特别刘院长常常会鼓励 就是说 我们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时间 我们而是就是说 你随时跟主有连结 比如说你正在跟耶稣写信的时候 突然要忙什么事了 你说主啊 我现在去忙一个事情 待会儿回来再聊 然后就很美 就是 我就学习操练 最近我一直在操练 随时跟神写信 那我有的时候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我去那个车 要保养一下 那保养的时候呢 我就坐在那里 要等一个小时 那我就拿着手机 我自己就发那个 我们知道那个手机里面 叫文件传输的一个地方 是吧 有个微信 有这种功能 然后我就发 就让文件传输 我就跟耶稣写信 主啊怎么样 我就跟耶稣写信 就是抓住每一个 空闲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跟神 有美好的对接 那这个清晨之光读经 就像一个约会 在俄别东家 三个月一样 当然对我来讲 写信是从2021年 这四年当中 一直都坚持 一直坚持 我就发现神在我们家 就有很多很多 美好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家有好几个基坛 这是一个基坛 还有一个电脑 然后包括我女儿 每天晚上 家境也会陪她读圣经 那这几天家境又重感冒 那我就陪她读圣经 那就一起睡觉 然后读完圣经 她就睡觉了 然后我们家境 我们就是一起祷告完 我们就休息了 那我们早上 就是晚上也会一起 祷告一段时间 那我就看到 约会在俄别一栋家 三个月 就会有很多的 奇妙的事情 就会发生 那弟兄姐妹 你愿不愿意 约会在你家三个月 愿不愿意 愿意是不是 怎么办 来 清晨之光 读经班 邀请你 那最近 我们清晨之光读经 坦白跟弟兄姐妹讲 遇到很多的艰难 很多弟兄姐妹 都遇到很多的困难 就像耶稣带着门徒 要到对面去 服侍一个被鬼妇的人 他们在海上的时候 就遇到了暴风 遇到很大的艰难 但是耶稣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虽然说会有艰难 会有困苦 很不容易 但是神与我们同在 那神的恩典 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 显得完全 显得完全 所以说 邀请弟兄姐妹 参加教会的读经 鼓励大家 跟神更多的亲近 约会在俄别一栋 加三个月 那当然 倘若弟兄姐妹可以 鼓励你跟耶稣写信 鼓励你跟耶稣写信 常常跟神 有保持那个美好的连结 那我们讲到灵命 灵命是什么 灵命其实就是 吴永长老所讲 其实就是你对 人事物的反应 就是你跟人的接触 你的反应如何 你对事物发生的时候 你的反应如何 这就是我们的灵命 那我们常常以为 灵命就是要 读很多很多的圣经 以为好像 祷告多长时间 那当然祷告很重要 读经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是 为了读经而读经 祷告而祷告的话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知道 那个法律塞人 他们祷告多不多 弟兄姐妹 那他祷告很多 那法律塞人祷告的时候 主啊 我才不像那个水利 你看我一周 都祷告好多次 还近视两次 你看我还十分之一奉献 你看我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 这个时候 他的祷告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没有灵命 就是没有灵命 就是他跟神的关系 确实疏远 但是那个水利呢 他就远远地站着 觉得自己不配 他就垂胸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耶稣怎么回应 他说 那个水利 倒比那个法律塞人 倒算为一了 那这是上帝的一个眼光 所以说灵命 其实就是我们 在祷告当中 在读经当中 我们更多地亲近神 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然后你身边的人 其实是最清楚的 你身边的人是最清楚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讲到这个 关于做仆人的操练 那做仆人的操练 其实我们以为 只是在教会 有很多的服饰 就是有一些侍奉 或者是弹琴 或者说是 讲道 或者是唱歌 或者是 后面做音控 我们以为这些都是服饰 当然是 是服饰 但是更多的服饰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对人的服饰 对你家人的服饰 对你身边 最亲近的人的服饰 那我以前常常觉得 服饰就是 我要好好的 就是装备 在真理上不断装备 好好的追求 可慕 然后更多的 在教会里面 把道讲好 等等这些 我以为是这样子的 但是慢慢慢慢 神带领我 发现其实需要更进一步 需要更进一步 就是进入那个 更深的服饰里面 那个更深的服饰 其实就是 你跟人的连结 你跟你家人的连结 那其实你的家人 是最清楚的 那我们在这个 灵命塑造的 这个课堂上 结束以后 那这个刘院长 常常都会有个interview interview一定会 叫你的家人来 就是这段时间 他上灵命塑造当中 他的生命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让你的家人 看见这个见证 那当然如果坚持写信的 家人看得很清楚 真的看到了改变 那看到他们 对圣灵更加敏锐 以前不道歉的 都道歉了 就是以前不道歉 就道歉了 以前景象很硬的 然后呢 开始向丈夫服软 开始向老婆服软 承认自己的不够 承认自己的软弱 开始去道歉 那些很多美好的见证 那就开始发生 这就是服侍 服侍其实就是 在你自己家里面 当然还有在教会里面 然后你跟不同的人接触 然后你怎么样 神怎么带领你 神怎么引导你 这个就很重要 我们可以看经文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从基电的生命里面看 那他是怎么样 成为一个神的仆人 他是怎么样 被塑造成一个神的仆人 那就是在 《诗事记》的第六章 十二节 刚才我们读过了 这段我们就不读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 耶和华向基电显现 然后对他说 大能的勇士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耶和华向基电显现 我们周报的后面 我把经文都印到后面 大家可以方便看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就是 耶和华向基电显现 那这个显现就表明 耶和华跟基电建立了关系 就是基电跟神有建立关系 他开始有个对话在里面 他开始有个互动 在当中开始发生 那就是说 神有没有跟你讲话 神 当然我相信 神一直都在向我们讲话 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见 神向我们讲话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是不是 三个步骤 第一个 神有没有向你讲话 第二个 你有没有听见 神向你讲话 第三个 你有没有顺服 神跟你讲的话 大家觉得这三个步骤 一样不一样 是完全不同的 是不是 你有没有听见 听见很重要 听见很重要 那当然这个听见 怎么才能听见 刚才我们讲了 约会要在俄别一栋家 三个月 欢迎大家来清晨之光 一起读经 一起成长 当然我不是说 清晨之光才是 让你可以有这种经验 你平时要好好地 跟神有建立关系 那你可以跟耶稣写信 当然很重要 如果有 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当然都很好 那如果没有 欢迎你到团队来 因为我们团队不一样 团队会彼此陪伴 如果你个人的 属灵习惯 还没有建立好 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 过来加入团队 那如果你个人的 属灵习惯 你建立好了 你觉得做得还不错 那你就可以建立一个团队 是不是 这就是概念又不一样了 就是你可以建立一个团队 一个是你当时觉得自己 我不行啊 我就三天打 又两天晒完 好 请你过来加入团队 当时有天你觉得 你能独当一面 好 你去建立一个团队 这就是概念 就是不一样的 那神向我们讲话 神一定会向我们讲话 这是神讲得很清楚的 圣经也说得很清楚 神一定会向我们说话 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讲 就是神不断拆派先知 就是多次地 向伊斯兰里面讲话 多次地 其实不只是一次两次 其实神今天都在向我们讲话 你有没有听到 这个很重要 怎么样听到 那当然你要跟神建立关系 你越跟神的关系越近 你就能够听到神跟你讲话 那当然这个讲话 不一定是要听到一个什么 中水的声音 伊斯兰 你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 像中水的声音啊感觉 不是这样的 很微小的 很温柔的 也不见得是你听到什么声音 但是你的心 就是神对你说话的 一个圣殿 因为圣经讲 你的心就是圣灵的殿 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 其实你就可以 不断地跟神操练 那个关系的时候 你会敏锐于圣灵 你会敏锐于圣灵 那我有几个 上个礼拜天的一个例子 上个礼拜天的时候 当时呢 神就给我一个感动 感动呢 就给那个 Alessia姐妹打电话 Alessia姐妹很清楚 她就在我们当中 大家下去可以问她 给她打电话 我就当时就打电话的时候 邀请她参加 这个罗马书的学习 那我就 神就给我这个感动 我就跟她打电话 然后当时Alessia姐妹就 不会太神奇了吧 我正翻开罗马书第一章 我正要看一看 罗马书在讲什么 牧师你电话竟然打过来了 我当时就觉得 主啊 怎么这么奇妙 怎么就这样奇妙的事情发生 他也觉得很奇妙 我也觉得很奇妙 那神给你感动 你就去行动吧 然后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的见证 我今天不能讲完 我就大概举几个 礼拜二早上的时候 那个张大老 他7点40分 就被推到那个诊所里面 要去做那个指甲的手术 我在7点30分的时候呢 我其实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几点 我7点30分 那时候我正给小孩 准备早饭 准备要送他去上学 当时圣灵给我一个感动 我就心中很清楚 有一个感动 为长老祷告 然后那时候我就边做饭 我就举手 为长老祷告 祷告的时候 我心中还想着 要给他发个短信 但是一太忙了 要做好饭 送他上学 送他上学 然后那时候 给家庆下了个馄饨 然后就一下子忙了 但9点多的时候 刚好 杰尼弗师母 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过来 他说请为长老祷告 7点40分进去 下午3点钟左右 这个手术才会完成 我说神啊 你真的太奇妙了 我不知道他几点钟进去 我不知道 但是神在那个时刻 就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 我就为他祷告 然后这样的事情 你会发现 神给你感动 那神给你声音 你一定要怎么样呢 要去行动 第一个你要听到神的声音 第二个是 你听到了 你要去行动 这很重要 所以我最近 就有个很好的操练 就是在神的面前 不但要听见 还要去行动 还要去行动 我想大家 其实你也可以经历 你也可以经历 你要一步一步地来 加入这个 清晨之光读经 一起陪伴 一起成长 最近在清晨之光读经 班的很多弟兄姐妹 大家都可以做见证的 很多人都听到 神跟他讲话 真的 大家可以去问他们 那我就不多说 在当中 大家一起在读经的时候 大家每天都在分享 每天分享的时候 有的人就看到 神给他一个画面 有的人就听见 神跟他非常清楚地讲话 在读经班当中 就有分享 并且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都很火热爱主 当然 大家都遇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风浪 当风浪越多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 我们更加地 紧紧地抓住神 所以耶和华向祭奠显现 上帝开始鼓励祭奠说 大能的勇士 那积淀其实当时很软弱 但是神直接说 看他是怎么看他的 神看他是 大能的勇士 虽然我们很软弱 但是今天弟兄姐妹 上帝看你是什么 你是他大能的仆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 我们每个人都是 不是说只有牧师是 也不是说只有长老是 只有同工是 不是 你也是 我们都可以做神的仆人 我们做仆人的操练 我们都可以来侍奉神 跟随神 我们不只是忙于事物 做一些事物行动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更进一步的 第一 服侍人 第二我们服侍 当然第一是服侍神 第二我们服侍人 这就是 耶和华就鼓励祭奠 大能的勇士 这时候 祭奠心里很困惑 叫我大能的勇士 主啊 我们伊斯列加 你把我们带到埃及 从埃及带出来 然后又被米甸人欺负 主啊 你还说你与我同在 你还说我大能的勇士 你看 耶和华与他同在 耶和华说他是大能的勇士 跟这个积淀的处境 吻合不吻合 他面对的处境 是不是有很大的落差 有没有 有个很大很大的落差 主啊 你是不是在开我玩笑啊 主啊 你是不是在讽刺我啊 说当时积淀心中就 开始起困惑 主啊 你不是与我们同在吗 你与我们同在 怎么还有这么大的风浪 我们怎么还要被米甸人欺负 欺压 我现在打个麦子 还要偷偷地到酒栅里面去打 在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还偷偷摸摸地打 不敢光明正大地打 恐怕米甸人过来夺取我们的粮食 当时积淀完全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生怕被米甸人欺负 非常的害怕 胆怯 躲起来 主啊你与我同在 你与我们民族同在 同在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当时 祭奸心中很大很大的一个困惑 说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当中 在这个时刻有什么困惑没有 你会觉得 主啊我不是信你了吗 我信你了 你不信你倒好 你信你还这么多灾难 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没有 会有啊 是不是 主啊我不跟着你还挺好的 一帆风顺 跟着你到 经常碰壁 环境常常不顺 摇鲁盛苦 就是像那个门徒们一起在船上 正在摇鲁盛苦 哎呀 这个时候耶稣就看到了 耶稣正在祷告 看见以后 马上过去 去服侍他们 耶稣正在祷告 马上看过去 就服侍他们 我们发现 我们都有很多的困惑 最后 神又怎么样对基甸讲 我不是差派你去吗 你会发现 基甸那个时候 其实他还有困惑 但是神 看他是大能的勇士 神要让他去 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 可能也有一些困惑 有一些困难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甚至你 对神都有一些怀疑 都有一些质疑 甚至你的风浪很大 但是神 看你是怎么看你的呢 神看你是他的仆人 你是他的使女 神看你就是大能的勇士 并且不但如此 神在你的人生当中 有一个 他的 Purpose 上帝在 你的人生当中 有他美好的一个计划 我们以前 我们的人生 我们认为 我要怎么样计划 我要怎么样打算 我们要怎样 跟我的人生 做一些普世 其实 神在你的人生当中 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 所以弟兄姐妹 你愿不愿意 活在神的计划当中 你愿不愿意成就 神在你生命当中 对你的命定呢 这很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 神看他是大能的勇士 并且打发拆穿他 然后去拯救以色列民 这是神给基甸的 一个关系当中的一个互动 我们看第二个就是 认识自己的渺小 这个时候基甸呢 他听到神 称他大能的勇士 又不拆派他 主啊 不行不行 哎呀 基甸就说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拿西之派中 是什么呢 治贫穷的 好吧 我们一起来念 一起来念 一起来念 一二 基甸说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拿西之派中 是治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微小的 耶和华对他说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店人 如击打一人一样 基甸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给我一个证据 使我知道 与我说话的就是主 就是 看到基甸我就想到了摩西曾经讲的话 主啊 我是着口奔舍的 你愿意打发谁打发谁 反正我不干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你会发现上帝往往使用的人 就是这样的 你觉得你不行 那个时候 神就可以使用你 当你觉得你还行的时候 神没办法用你 用不了你 真的用不了 因为你还没有被打磨 你还没有谦卑 你还没有预备好 当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不行的时候 神就开始呼召你 所以基甸当时 他心中所讲的话 其实神知道 他已经预备好了 虽然他觉得自己没有预备好 但是神知道 他已经预备好了 神就开始鼓励他 刚才没读完 这段就不读了 时间关系 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什么是做仆人 就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 就是谦卑 在神的面前 我们常常要在神的面前 去谦卑 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 我们是不够的 那为什么 那个税吏的祷告 谋神的约纳 法利塞人的祷告 神不约纳 就是因为一个是 谦卑的祷告 一个呢 是什么呢 是定罪的祷告 定别人的罪 那觉得自己很树林 觉得自己很不错 很棒 那个时候 当然神不约纳 这个法利塞人的祷告 所以我知道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常常 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心 这个心很重要 这个心 其实门徒们 当他们在 耶稣快要上十架的时候 门徒那个时候 他们就开始争论谁伟大 他们不晓得 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甚至包括这个 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跟这个雅各 当撒玛利亚的人 不接待使徒 就是耶稣的时候呢 这个使徒 当时的这个 约翰和雅各怎么说 主啊 求你吩咐天上降火 烧死他们 替我们报仇 那包括 最近我也是 我们在清晨之光读经的时候 读到这个路加福音 有段经文 就是说到 就是那个 比拉多 把那个血 夹在这个 什么加利人混到一起了 然后又说到什么 耶稣就讲 从前这个 希罗亚的这个楼倒塌 压死了十八个人 但是呢 耶稣说 其实我告诉你们 你们以为这些人 是罪有佣得吗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那 其实当这个世界 发生灾难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小心 我们的心 那当别人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灾难的时候 你要小心你的心 当别人 遇到灾难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反应 哎呀 主啊 终于替我报仇了 啊 主啊 他就是犯罪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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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 谦卑的心是什么 主啊 我要在你面前悔改 透过这些苦难 提醒我 透过这些世界 发生的灾难 提醒我 我要在你的面前 常常地前辈 我常常要依靠你 因为我只能知道 我是软弱的 所以说耶稣就 常常提醒我们的心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自己不晓得 说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小心你的心 我们常常会 幸灾乐祸的心 当别人遇难的时候 或者说给别人定罪 甚至觉得别人是 被神惩戒 缓教 或者说是被神惩罚 谦卑的心态是怎么样呢 就是 耶稣就把一个小朋友 带到门徒们面前 那人子来是要服侍人 不是要受人服侍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假 那耶稣又把一个小朋友 叫到这个门徒们当中说 你们要像小孩子的样式 那会染上小孩子的样式 那天国正需要这样的人 那我们要谦卑 什么叫谦卑 就是小孩子的样式 小孩子他知道自己不行 他很软弱 他就学习紧紧地依靠神 那所以有一个 仆人的服侍的一个心态 那包括又讲到了就是 那我们需要拥抱自己的限制 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 我们是有限制的 我们真的不是救世主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那讲到这里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讲到有三个人 一个叫利昂 一个叫约瑟 一个叫克莱德 那这三个人呢 他们有一种病 叫做什么呢 叫做夸大型精神妄想症 就是在精神这个科里面 他们会常常会认为 他们就是救世主转世 他们三个人都认为 自己是救世主转世 然后有一个心理学家呢 叫米尔顿 很想帮助这三个人 花了两年的时间 都没有让这三个人 拉回现实 他们一直认为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救世主的转世 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就是 常常就是神 跟他讲话的 然后他就是救世主 然后 有天这个米尔顿 花了两年都不行 最后米尔顿突然 他就想了一个方案 把这三个人呢 关在一起 治疗 关在一起呢 就关在一个 一个同一个 他们的床位 三张床挨在一起 把他们三个人呢 变成一个治疗小组 把这三个人就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呢 就很多 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 他就说 上帝今天 要拆派我 执行一个任务 然后来拯救世界 然后这个医生就问 你怎么知道 是上帝 上帝派你来的 他说我很确定啊 上帝派我来的啊 他旁边的那个病友 听见他说 我什么时候派你来了 哇 就是 就是在这两年的 这个治疗小组啊 三个都是精神病啊 在两年的 这个治疗当中 慢慢慢慢 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原来不是就是这 原来三个人 彼此摩擦 放在一个团队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我们 做基督徒 很多时候 我们也真不小心 就以为自己 就是那个最树林的人 就以为自己 就是那个神 只跟我讲话 别人都不说话的 一样感觉 但是神就 把一群罪人 放在一起 我们就彼此磨合 彼此的摩擦 其实我们都有 这种妄想症 就是属灵的 这种妄想 常常觉得 好像我就是那个 神跟我最亲近的 好像别人 都不够属灵 就我最属灵 但是神 他把我们 放在一个团队当中 来塑造我们 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慢慢 原来看到 原来我是很有限的 原来慢慢慢慢 这种醉一醉的碰撞 互相的摩擦 然后我什么时候 派你来的 他说神派我来的 那个说神跟我讲了 那个说神怎么跟你说了 神跟我说的 怎么跟你不一样呢 最后你会发现 这就是 但是神就让 这样的一群人 放在一起 当时的十二个门头 也是这样 他们认为 主啊 你得过降临的时候 一个坐在你左边 一个坐在你右边 那个要这样 那个人要这样 那要这样 其实 神就把这样的 一群人 就放在一起 慢慢慢慢打磨 就变成了仆人 叫仆神 仆人的心态 我们就知道 我们实在是软弱 我们没有能力 拯救任何人 我们自己也不能 拯救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就是个 软弱的罪人 那我们真的是 一个软弱的人 所以说我们 做仆人的操练 就是我们要 日常地服侍 那我们尝试的 就是说 有些时候 别人可能会打扰你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带着服侍的心态 那愿意去服侍别人 那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学习 拥抱自己的软弱和限制 那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也是软弱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要制服 制服这个舌头 我们要学习 管理你的舌头 因为我们的言语 有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说出来 一些定罪的话 甚至伤人的话 你怎么总是这样 请问他真的 总是这样了吗 没有是不是 但是你说头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 为什么你总是 这样这样 那样那样那样 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讲这样的话 我们要制服我们的舌头 我们要管理我们的口舌 求神给我们智慧 不只是智慧 给我们力量 还要彼此担当地服侍 这就是做仆人的一个操练 那我们相信神的同在 那我们要建立 这个关系的祭坛 我们要更多地 建立跟神的关系 当我们越来越 跟神的关系 亲近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才会学习分辨 那我们以前常常会处在一个 很非常困惑的里面 就像积淀一样 他当时也很困惑 但是神让他一步一步地清楚 当时积淀说 主啊 如果真的是你跟我讲话 现在等我一下 我现在要向你献祭 当时积淀做了一个行动 他就献了那个什么呢 细面 一发什么多少 圣经里面记载 大概是22升的细面 又牵了一只羊过来 你知道吗 在当时啊 积淀本来偷偷地 在那个酒栅里打麦子 酒栅很小是不是 你想他花多少的精力 才能打出来22升的麦子 并且他直接奉献 22升的细面 然后呢 又拉了一只羊过来 哇 这个在当时 本来已经资源 非常匮乏的一个环境当中 积淀为了确定 这是神跟我讲话 他要学习分辨 他要清楚 这就是真的神给我的 好 他就花很大的代价 说啊 如果是你跟我讲话 我把这个奉献给你 那时候神就直接 把那个积物就 就火就烧了 你看经文的内容就是这样 你看积淀是付了代价的 说弟兄姐妹 我们要不要有属灵的分辨 要不要花代价 怎么花代价 清晨之光欢迎你 好 当然不要有压力 不要有压力 晚上早睡 清晨早起 第三我们看到 遇见上帝的圣洁 21节到24节 那耶和华的使者 就伸出他手中的杖 然后这个杖挨着这个肉和饼 那火就从盘石里出来 烧尽了肉和无叫饼 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 积淀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就说 埃灾 主耶和华 我不好了 因为我 敌面看见耶和华使者 耶和华对他说 你放心不要怕 你必不知死 于是积淀在那里 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沙龙 这坛在 雅比谢族的 俄佛拉 直到如今 那这里面就我们看到 当积淀跟神的关系 确定 那就是神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就 非常非常地害怕 因为他知道 凡看见神的人 圣经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呢 都必死无疑啊 所以当时他就心中 非常地恐惧 非常地害怕 一个人 他真正遇见神的圣洁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会深深地看到自己的嘴 他会看到自己 就像当时依赛亚看到 这个 这个 耶和华坐在这个 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 他说 我灭亡了 我是罪唇不洁的人 也住在哪里 罪唇不洁的 民众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越来越认识 神的圣洁 你会发现 罪是无处可逃的 如果你拿一张白纸 我今天没有拿 抱歉 你如果拿一张白纸 你上面随便点一个小点 你会发现 那个小点是不是很清楚 在那张白纸上面 那个小黑点 无处可逃 同样也是一样 弟兄姐妹 当我们越来越 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 那我们上上中 我们不是分享过 这个认罪的操练吗 那我那时候 我就在神的面前 最近一直都 就这几年当中 我都跟耶稣写一封信 我就发现 真的是 当你跟神 越来越亲近的时候 你所有的那些问题 都是无处可逃的 你只能乖乖老实交代 你就跟耶稣讲 主啊 哎呀 这个事情 主要求你赦免我 哎呀 那个事情 求你赦免我 你就在神面前 不断地认罪 原先你从来没有认为 那些是罪 有些不是罪 有些是可能伤害也好 痛苦也好 原生家庭的一些 创伤也好 但是呢 以前你都没有意识到 你就把这些 也带到耶稣的面前 求耶稣来医治你 你就被医治了 当你被医治的时候 你才发现 那才是真正的平安 阿们 为什么我们常常 在环境当中容易被搅动 因为你还没有 与圣洁的神相遇 与罪你常常被搅动 常常被搅动 你心里没有平安 我们常常觉得 要让平安 在我们心里做主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怎么样让耶稣的平安 在你心里做主 你要好好地亲近神 你好好要让约柜 在你家三个月 不只是三个月 要直到建筑面的那一天 我们要常常跟神 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要常常亲近神 当你真正亲近神的时候 你的罪是无处可逃的 你只能老是乖乖地交代 并且你交代完以后 怎么样 神都赦免而已 耶稣基督的宝血 都厚厚地遮盖 给你涂抹了 并且当你这些 所有这些罪的东西 这些都给你洗净了以后 神就给你清洁无愧的良心 你就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 你的心就变得非常的纯洁 你就对罪非常的敏锐 你就非常的对这些 邪恶的东西 误会的东西 你就马上能够看到 这就是不解的 你就把它扔掉 你就不去碰它 你就不去沾染它 说弟兄姐妹 我们就要学习分辨 就像基电一样 他为了学习分辨 真的是神跟他讲话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 总要分辨 那灵是不是从神而来的 说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 需要分辨 因为这个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你常常跟不同的人接触 别人讲的话也会让你困惑 你怎么样去整理 那以后有机会 我再跟弟兄姐妹 再深入地去谈这些事情 那怎么样深入地整理 怎么样真的是 成为一个神 真实的仆人 就是要学习分辨 要长大成人 要生命要劳练 要成熟 要站起来 要好好地亲近神 那在最后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看到 耶稣把十二个门徒 就像那三个 有这个妄想症的 放在了一起 耶稣把这十二个门徒 放在一起 那他说 主跟我说 要过来执行什么事 他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了 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认识自己 认识到自己不是神 只有耶稣基督是神 我们只是一个软弱的人 承认我们的有限 承认我们的不足 承认我们的不够 好好地亲近神 跟神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的祭坛 给耶稣写一封信 或者是清晨之光 过来一起读经 当你觉得你自己 一个人单打独斗 常常三天打 有两天晒亡 一定要过来加入团队 加入团队 当你有一天 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 你就去建立团队 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使命 他要拆开你 好不好 我们一起唱首诗歌 那我们透过这首诗歌 来回应神 我们来思想 主对我们讲话 就像基电一样 他不敢公开地 在打肠去打麦子 他只能在酒诈里 在打麦子 正好跟酒诈也是有关系的 今天我们愿意不愿意 让你的生命 放在你的酒诈里面 让神来打磨你 成为祂的仆人 成为祂的使命 如果你说你愿意 你就来唱这首诗歌 你若不崖赶蓝成长 他就不能成有 你若不崖赶蓝成长 你若不透葡萄如草 它就不能变成旧 你若不练那大成糕 它就不留分放 好不好 你会举手 主我这人是否也要 受你许可抵抢 每次的打击 每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拾你的心 你以自己来带进 我们从头再唱一遍 你若不练那大成糕 如果在这个时刻当中 神有感动力 你可以离开你的座位 到前台来好不好 来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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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的这个地方 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我们从头再唱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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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不练那大成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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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不留分放 他前面来 他前面来 你若不练那大成糕 你若不练那大成糕 每次的大吉 都是在你 生命 如果你若不练那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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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不练那大吉 每次的大吉 每次的大吉 当心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自己来带进 神继续地来呼召你 愿不愿意成为祂的仆人 愿意不愿意被祂入仗 愿意不愿意放在神的手中 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因为圣经高说我们说 我们原是祂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做成的 如果你真的有感动你 请你继续走到前面来 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我们有这样一个决心 就像祭奠一样 祂拿二十二生的麦子 熄灭 又拿一只羊 本来在那个非常匮乏的 一个环境当中 它竟然付上这么大的代价 弟兄姐妹 今天你到前面来 就是一个小小的行动 神要呼召你 神要使用你 神要使用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自己爱 爱你 亲爱的主耶稣 祝祝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今天就是祢时代的起点 主啊 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主啊 阿爸父神祢的面前 我们来到祢约会的面前 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 跟你面对面 主啊 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 是 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罪无处可逃 我们甚至觉得主啊 我们被审判 被定罪 我们甚至觉得主啊 活在我们灭亡了 但是主啊 那个真正的平安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就是与圣洁的主你相遇 主啊 就求主你在这个时刻当中 涂去我们心中的 那些所有的油层 主啊 让我们的心 成为一个干净的 成为一个小孩子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单单纯纯的在你的面前 主啊 成为你忠心的仆人 成为你良善的仆人 主啊 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你都在呼召我们 呼召来服侍你 来跟随你 主啊 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 跟随你真实的门徒 你说凡跟随你的 若不背弃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你 就不配做自己你的门徒 是的 主啊 我们今天愿意背弃这个十字架 虽然有艰难 虽然有困苦 虽然有压榨 虽然有打击 但是主啊 所有我们这些失去的东西 主啊 你要以你自己来代替 你要你把你的生命 丰丰富富地栽制到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 主啊 求你使用我们凯旋门 教会的每位同工 每位弟兄姐妹 愿圣灵在这个时刻 大大的降临 来充满我们 主啊 愿天赋你的慈爱 耶稣基督你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耶稣基督的łości 毛上的我们是 鬼没词 你 有一根 有纸 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